第十三篇 印猴曰 正人为玉 为离者仆 这篇文章不是很多 我们来一字一句的读一读 印猴曰 秦相 印猴就是秦相 秦国的成相 范居 说正人为玉 为离者仆 正国人把没有琢磨的玉 叫做仆 周人把鼠为辣者 老鼠 没有晒干的 辣就是干肉 叫做蒲 周人怀蒲过正谷约 周人拿着蒲 向正国的商人说 欲买蒲乎 您想买蒲吗 正谷约 正国的商人说 欲之 我想要买 周人出其蒲 拿出了蒲 正人示之 来鼠也 原来是鼠肉 因谢不取 因此谢绝 不购买 经平原君 自已显 显明于天下 游君平原君 自己称为贤人 明欲天下 然 祥其祖父 沙丘而成之 可是迫害 他的祖父 就是赵武林王 到沙丘去 做成名 天下之王 尚由尊之 天下的君王 还照样地尊敬他 使天下之王 不如正谷之志也 这是天下的君王 不如正谷的商人 那样聪明 炫于明 被民生所迷惑 不知其实验 而不了解 他的实质的缘故 英侯放居说 正人把没有经过 雕琢的玉 称为蒲 周人把没有风干的老鼠 称为蒲 周人拿着蒲 对正国的商人说 你买蒲吗 正国商人说 要买 周人拿出他的蒲 来看原来是老鼠肉 于是谢绝不要 如今平原君 自认为他的贤能 天下文明 但是他却把他的君主 在沙丘宫加以迫害 各国的君主 还是那么尊重他 那就是各国君王的聪明 还比不上正国的商人 这是被虚名欺骗 而不了解他的实际情况 好 这就是应侯约正人 未遇未离者谱 比较短 我们下一篇再见